港珠澳大橋連接海底隧道的東人工島 防波堤其中一端疑似出現崩潰 石屎棟明顯疏落 大橋管理局否認是被海浪沖散 強調石屎棟是按照設計規範 隨機擺放在水面以下 由林海融講一下為何會這樣 由航拍片段見到位於内地水域 連接隧道和香港段大橋的東人工島 出入隧道那邊的防波堤 看起來結構鬆散 一塊塊由石屎造的燒波塊散落在附近海面 人工島周邊這種石屎棟有十多層 零零射射這邊剩下幾層 與當初公布的舊相圖差很遠 港珠澳大橋共有四個人工島 不單止東人工島有這個情況 連接珠海澳門那邊的西人工島都是這樣 新華社在17年7月航拍過西人工島 入隧道那邊的防波堤都是特別疏落 那些石屎棟是否沖下海?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在網頁說 這個說法不實 管理局解釋 那些石屎棟是故意設計放到水面以下 隨機擺放 原因在這裏是入隧道位 尋管隧道頂部要減載 周邊石屎棟可以放到7米高 但隧道頂故意只是放到2米多 做過土力工程處處長的陳建石說 這個解釋合理 減低了4.21米 那變成重量低了 變成不會影響隧道的結構 在那個人工島周邊 變成一個大型的防波場 去代替防波堤的作用 大橋管理局強調 承包人嚴格按照設計圖織施工 並嚴修合格 做到防護燒浪要求 經歷天甲颱風吹襲都無受影響 叫大家放心 有線電視記者林可榮報導 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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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